炖牛肉的做法 准备食材 牛腩、食盐、酱油、小葱、姜、八角、花椒、料酒、13香、豆瓣酱、盐 1.牛腩洗净后切块 小葱打葱结 将切片、花椒、八角用纱布包裹成料包备用 2.切好的牛腩块放入锅内 加入适量清水中火煮开取掉血沫 再捞出成好 3.重新起锅烧水 水烧开后放入处理好的牛腩块和料酒 酱油、葱结、姜片、13香、豆瓣酱、料包大火烧开 4.烧开后盖锅转小火焖炖30分钟左右 直到牛肉炖熟软烂 再撒上适量盐调味 美味的炖牛肉就做好了 再次回订阅!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